母亲的人责任是非常重大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古圣先贤 他们的传记都可以看得出来 所有这些贤母 粮母 你看看教育出来的这些子孙的后代 出了很多这些贤人 圣人 所以世世代代这个贤者辈出 都是得利于母教 这个我们只要去看那些圣贤的传记 你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所以这个家庭教育母亲的责任 是非常重大的 最后我们看第十五页 翻过来十五页 与望一切大众从今日起 注意戒杀如素 并劝自己之父母子女 其亲友共同如素 要知此亦复国习灾之根本方法也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印光大师他老人家的结论 就是这几句话 就是真正我们要去实行的 也就是现在这个灾难这么频繁 你看看我们眼前天灾人祸实在太多太多了 我前几天 这个算是我们第一变相图的展览那一天 我刚刚从印尼辉回来 所以我在这个星期 就做了三场三十系列 一个星期就做三次 星期天在台湾做一场 那么昨天是在雪梨静中学会做一场 这个当中星期三插了一场 突然给我插进去一场 这是哪里呢 是印尼 那么印尼那边的同修他齐情 他们说因为印尼这几年来 这灾难实在太多了 所以他们发愿祈求 希望做一场三十系列 来消除这个灾难 来复国息灾 因为过去三年 我们在马来西亚 平均一年做十场 印尼都没去做过 所以这三年来 你看在马来西亚念佛的同修越来越多 静中学会就有五十几个 我们看到全世界最多的就是马来西亚 所以这三年来大家都在用工 都在修行 吃素的很多 所以你要吃素在马来西亚很容易的 到处都有素食馆 很方便 当然那个吃啊 那个素食没有台湾啊 做的那么丰盛 台湾那个素食那是丰盛的不得了 但是马来西亚呢 他们那个素食馆到处都有 很方便 所以真的吃素的人多 念佛的人也很多 到处都有这个静中学会 那么他们静中学会都不是很大 大概呢 不到一百人 这样的一个规模 每个这个静中学会的规模 这样念佛 然后呢 因为静中学会很多嘛 所以他们每一年就做一次三十系列 几个静中学会啊 一个区啊 就联合起来 做一次三十系列 这样我一年就要跑十次 每个区做一次嘛 一年做一次 我就要跑十次 做十场 所以他们那边呢 现在念佛吃素的 这种风气啊 很盛 所以呢 你看呢 马来西亚 这跟印尼是隔壁啊 跟泰国也是隔壁啊 你看过去那个地震 海啸啊 它一点影响都没有 现在东南亚你看泰国 越南 印尼都有禽流感 很厉害啊 马来西亚没听过 所以这个地方啊 真的有福报 福报在哪里呢 吃素念佛 所以现在这个印尼啊 他们也感受到 要好好的来带动 希望大家呢 多念佛 希望大家都吃素 所以这个呢 的确呢 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是我们 最近几年来啊 我们是到处的 跟大家来说明 吃素念佛的好处啊 因为印光大师呢 教我们赴国习斋 方法从哪里做起呢 就从吃素念佛做起 所以的确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么吃素念佛 再加上啊 在自己的修学 敦伦敬愤 把自己的责任 自己的义务 把自己的本分 把它做好 然后呢 再去影响别人 影响我们的家庭 影响我们的亲戚 影响我们的朋友 你看呢 这个影响力就很大了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关键 我们今天讲一个样板啊 模范啊 典型啊 人家看你学佛的 学佛到底是什么样呢 我们自己就是一个 最好的广告了 你要劝人家学佛 我们自己本身呢 从我们自己的行为做起 真正做出一个 学佛的好样子 好模范 你不用讲 人家一看 自然就学了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从我们自己努力去做 然后再去影响别人 然后呢 我们去劝勉别人的时候啊 人家才会相信 才会接受啊 否则的话 我们自己啊 没有做到 我们去劝别人 人家说呢 你自己都做不到啦 你还劝我 所以很难 必须自己先做到 你才能够真正去劝导别人 所以啊 我们真正尽的本分 也能够影响到别人 那么影响到别人呢 你看看呢 这样一来啊 这个地区 乃至于一个国家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灾难啊 他会消除 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影响啊 就是我们如同中国 有一句话叫 一人有福啊 人脸一乌啊 我们这一乌的人 这一个家庭里面的人 都没有福报 大家都有灾难 但是只要这里面 有一个人有福报 那这个灾难 就会免除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福报 他不应该受灾难啊 所以他的 他一个人的福报 能够超过大家的灾难 所以大家跟他在一起 就可以免难 就好像一个领导人一样 你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你选一个有福报的人 那你这个国家就有福报了 如果选一个没有福报的人 那大家都要受灾受难啊 所以这个领导人很重要 所以我们一定要 要做一个真正有福报的人 然后你到哪里啊 所谓福人居福地啊 福地福人居啊 你走到哪里 哪里就没有灾难 就好像呢 最近啊 这个我们听说了 不是我们自己 好像在夸耀 我是我是在香港听说了 你看最近呢 这个台风很多啊 都吹到中国去了 所以连续的好几个 这个台风啊 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 水灾啊 你看风灾造成的 每一次死难都很多人 其实这台风每一年都有 过去香港啊 也是常常有台风 也是很严重 不过从这个去年 我们师父啊 去那边讲华严经以后啊 这个台风啊 好像到了香港以后就转了 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所以呢 这个 真正有关系啊 真正有修行的人 在那里弘法立生 这个修福积德啊 你看这个地方 没什么灾难啊 所以 这就是啊 我们师父啊 为什么会到香港去讲经 其实这里面有原因 这是在去年 我们师父去年才去的嘛 之前都住在土翁堡嘛 结果有一次呢 我们跟我们师父在散步的时候 我们师父就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啊 这个城隍菩萨啦 城隍爷啦 他家乡安徽如江的城隍 因为我讲嘛 他去过两次 我们土翁堡 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师父讲 他说请师父 他齐请了 他代表这些众生啊 来齐请 齐请师父 到香港去讲经 讲华严经 他说啊 因为啊 这个香港啊 这个地区啊 包括中国啊 台湾啊 这个附近的东南亚这个地区啊 灾难很多 所以请师父去那边讲经啊 对那个地方啊 有点震灾啊 震住 就是让他能够减轻这个灾难 所以城隍菩萨来齐请 所以我们师父就跟我讲 他说不能不去啊 其实啊 我们师父住在澳洲啊 那个环境好得不得了 大家都有去过山上 有去过我们师父住的地方啊 你看我们师父住的地方多大 29A 那个房子你看 那么 那个两栋房子在那里 29A那么大的地 花草树木 多清静啊 多好啊 在香港住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很小 那么人又那么多 又那么挤 空气不好 水源不好 环境污染那么 都很不好 可是不去不行 这也是牺牲啊 澳洲这么好的环境 你看了没办法 所以为了众生 为了消灾免难 只好到香港 去讲经 住在香港 其实我们师父是很喜欢澳洲的 这环境太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呢 有时候为了帮助众生啊 还是要牺牲奉献 牺牲自己 所以这个呢 就是讲到啊 我们师父到香港啊 讲经的一个原因啊 所以不是他自己去的啊 他宁可住在澳洲啊 因为澳洲政府把他留下来的 请他来的啊 你看我们师父呢 是75岁 拿到永久居留啊 大家有没有听过 75岁的人 拿到永久居留呢 没听过啊 所以当时啊 他在香港拿这个永久居留啊 是这个香港 就澳洲驻香港的总领事 送给我们师父 这个永久居留 然后告诉我们师父 说呢 法师啊 你知不知道 你是华人里面的 第一个拿到这种永久居留 很特别的 特别贡献 这种永久居留 75岁的人 然后呢 请我们师父吃一顿饭 然后我们师父呢 拿到这个永久居留 照讲在澳洲呢 要住满两年嘛 才能够拿公民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结果我们师父呢 住不到七个月 而且还常常来来去去的 出国 累积起来不到七个月 你看那个公民部长 亲自颁给他 一个公民证 就拿公民了 所以这是呢 澳洲政府啊 对我们师父是非常非常礼益啊 特别对他好 请他到澳洲 但是呢 你看看 我们师父呢 这没办法啦 为了众生啊 所以只好到香港去 其实呢 他是很希望在澳洲 但是我们呢 虽然 师父 不常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大家呢 要好好用功了 好好努力 我们大家呢 以我们修学的这个功德啊 能够帮助这个地方啊 能够消灾免难 再加上澳洲本身呢 他们呢 比较淳朴 比较善良 灾难就比较少一点 所以这个地方还算是 全世界啊 这个地球啊 真的讲是最后的净土 这是真的 所以我们要珍惜啊 然后我们呢 要好好地在这个地方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这么好的环境 这个是修学最好的地方啊 我们希望啊 能够在这个地方 成就自己的道业啊 非常非常殊胜的 好 接下来 我们继续看啊 下面 这个十五页啊 倒数第二行 那么这是第三天的讲演 这个第三天呢 印光大师的这个开示啊 给我们讲到了 啊 这个所谓的 啊 这个所谓的第三日啊 申诉因果原理 并以事实证明 那我们看到啊 这个地方啊 那么这里面呢 啊 印光大师啊 啊 他举了很多的这些故事啊 啊 那么这个故事呢 我们就不再重复说明了 这个故事大家一看了 就看得很清楚 啊 那么这是讲到这个 所谓的因缘果报 这个因缘果报讲什么呢 啊 就是我们常说啦 中国人一句话叫吃亏就是占便宜 那你占人家便宜啊 才是真正的吃亏 他这个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讲这个 啊 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哦 慢慢去看看这个故事 啊 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以后啊 你绝对不敢去占人家便宜 你真正懂得因果报应的这个理论跟事实 这个就是消灾免难的大根大本 那一个人真正懂得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啊 他对一切法啊 包括对人对事对物啊 处事待人皆物啊 他一定会有个分寸 因为啊 他深深的明了啊 这个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 所以这一段里面呢 就特别再强调一下 尤其我们学佛的 如果学佛不知道因果报应的道理 那这个学佛啊 他绝对入不了门 也就是啊 你你听听听的再多 那理论学的再厉害再多 也讲的天花烂醉 还是逃不过因果的定律 还是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 所以这个因果的这个了解体会 啊 跟落实啊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应光大师在这里面讲到这个 所谓的水草的 代州有一个造良相的这段公案 那这个呢 大家去看了啊 我们不讲啊 我在这个地方呢 跟大家讲一个现代的 近代的事情 啊 这个近代的因果报应的事情 那是古代的 我们讲一个现代 啊 这个事情呢 是在抗战之前啊 就是啊 中国对日抗战之前 大概在民国啊 啊 二十多年 大概一九 三几年的事情 那么 在这个之前呢 一两年 我们师父有一个老朋友 他也是一个学佛的老居士 他叫做乌庆瑜老居士 那么他跟我们师父讲过一桩事情 这个事情啊 是一个因果报应的事实 的一个事情 他亲眼所见到的 他说啊 在一九三几年那个时候 他住在上海 那么在上海呢 他认识一个 他有一个朋友 那么这个朋友啊 他为一个德国的一个商人啊 做事情 后来呢 这个德国这个商人啊 就回德国去了 那么回到德国之前啊 他就把这个生意啊 就交给他的这个部下 就是这个中国人 叫他呢继续经营 那么他这个 因为他生意做得不错嘛 所以他接下来以后啊 这个生意又越做越好 所以赚了大钱 那么为什么交给他去经营呢 因为他觉得这个中国人啊 很忠厚 很老实 很不错 所以他才放心呢 把这个事业交给他去经营 然后呢 这个德国人呢 就回德国去了 回德国去以后啊 就发生了这个二次大战 所以呢 没有多久啊 他就死掉了 战死了 结果死了以后啊 这个中国人啊 可以说啦 在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啊 好像凭空啊 得到了这一笔啊 大财了 所以 所以 后来呢 他这个生意啊 越做越好 财富越来越多 没多久啊 他就生了一个儿子 大概这个儿子啊 在七八岁的时候 这个 七八岁啊 那个时候 他非常调皮 这小孩一出生啊 很调皮的 结果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啊 有一次上学 因为他独生子嘛 父母对他也是啊 很宠爱啊 那么刚上小学的时候啊 七八岁刚上小学 他身上啊 带了很多钱 去学校 然后呢 走在路上 掉了十块钱 钱掉了 掉了十块钱 结果他 他的父亲的朋友啊 刚好经过 看到呢 诶 这个小孩 诶 掉了钱 他在后面看到了 然后他就把钱捡起来 告诉这个小孩 因为他跟他很熟嘛 跟他父亲呢 都是朋友嘛 跟他讲 跟这个小孩说 说呢 你喊我一声勃勃 我就把钱还给你 所以你钱掉了 结果这个小孩怎么讲呢 他竟然说呢 你喊我一声勃勃 我再给你十块钱 这没法子啦 这小孩无法无天 不得了 那么有一次呢 过生日的时候 那当然了 这个 他爸爸啦 给这个小孩过生日啊 就举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party 一个宴会 请了很多很多的客人来了 那么这个乌老先 乌老居士也是客人之一 他也来参加了 这个 party了 那么所有的人来了以后啊 就在这个party当中呢 忽然之间呢 他这个父亲啊 看到他这个儿子啊 就感觉到 他很像是他的德国老板 他突然看出来 他那个相貌就跟他德国老板一模一样 这个时候啊 他突然心里面呢 恍然大悟 这个小孩啊 来讨债的 他讨债鬼 他的德国老板啊 投胎转世回来 来要这个债 要他这个财产 所以你看呢 他心里面呢就明白了 这个财产呢 不是他的 这财产还是他的老板的啦 所以他老板回来要钱了 要债 要这个财产了 所以你看这个小孩啊 对父母都不孝顺 不管父母对他怎么好 他很难教 没有办法 所以这时候他突然就警觉了 他这个人很聪明 他马上就当场宣布 他的所有财产 全部啊 过付给他的儿子 交给他儿子了 然后呢 第二天的当下呢 就去找律师 真的把这个手续都办好 所有的财产全部转让给他的儿子 结果他这么一做呢 过了没多久 果然他的儿子很乖 性情啊完全改变过来了 这个是这个乌老居士啊 他亲自看到的这个事实真相 所以啊 他就跟我们师父讲啊 他说啊 这个因果报应啊 那是真的啊 不是假的啊 他亲眼见到的事实 所以你看看呢 这就是什么 你啊 霸占别人的财产 人家一投胎转世 到你家里来 享受你这个福报 啊 结果你全部的家产呢 哎 一生经营的 你还要奉献给他呢 这是他的啊 所以这个事情啊 就跟啊 我们这个讲义里面啊 这个啊 印光大师所说的这个故事啊 非常相似 所以大家呢 回去啊 有机会啊 看一看 这都是真实的 所以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 真的啊 不可能是占便宜的 那反过来说呢 也不可能会有吃亏的 绝对没有这些事情 因果是通三世的 那换句话说呢 好 你讲说 我现在这一生啊 占了便宜啦 结果来一生啊 你还要还人家啦 那你说我这一次吃的亏啦 也没关系 来一生他会加加倍赔偿 加倍补偿 OK 不但本金还要加利息 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吃亏 什么占便宜这种事情 这些呢 都是世间人的妄想而已啦 那不是真的啦 跟事实完全不相应 甚至于说呢 我们今天招了小偷啦 或者是被强盗抢去东西啦 这个也是啊 前世欠人家的啦 你看那个小偷 那么多人 为什么不偷别人呢 偏偏偏偷你的 我们欠他的嘛 所以你欠他呢 用什么方式欠的 他用什么方式来把你逃回去 所以如果我们前世呢 偷偷摸摸的 给人家偷了 今天是他也偷偷摸摸的 把你要回去了 所以这就是呢 什么方式来 什么方式去 所以这个就是世间人啦 他不懂这个道理 他造业啊 那造业呢 就要受果报啦 所以这个因果循环啊 是永远没亡没了啊 所以过去呢 我们佛门里面 这个华言中的一个祖师 叫杜顺禅师 这个杜顺禅师呢 他很有修行 他在这个山上啊 这个盖了一个毛棚 在那边修行 有一天呢 有一个信徒经过 他的毛棚 他看到老和尚呢 在里面修行 用功啊 他很尊敬 他想要呢 来供养 护持老和尚 那么他就想到呢 为老和尚呢 去准备一双新鞋子 那是草鞋啦 以前穿草鞋 那么准备一双新鞋 供养老和尚 但是呢 老和尚呢 都要在打坐啊 所以呢 他不好啊 去惊动老和尚 就把这个新鞋子啊 挂在这个门口 然后就走了 过了三年了 这个信徒呢 再经过这个地方 结果看到呢 三年前 他供养老和尚那双鞋子 还挂在那个地方 他就进去请教老和尚啊 他老和尚 你不知道 外面那双鞋子啊 我三年前供养你的 你知道吗 他说 我知道啊 我什么都清楚啦 他说这个地方啊 那个啊 很多的盗贼强盗 会经过你这条路耶 来来去去的 为什么你这双鞋子挂了三年啊 没有被他偷走 老和尚就说啦 他说因为啊 我前世啊 过去生啊 我没有偷过别人的东西 所以我的东西不会被偷 所以这什么 这很清楚啊 我们现在会被偷 就前世偷过人家东西嘛 所以我们只要现在开始 不要偷人家东西 以后东西就不会被偷了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真正明白这道理啊 我们呢 敢舍 所以你才敢去帮助别人啊 所以我们舍掉的 这些呢 实在讲啊 如果是真正自己的 你绝对舍不掉 而且你会越舍越多 这边舍掉了 那边又来了 所以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啊 最有名的 那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财神啊 财神也啊 所以中国人真正供财神也啊 是供陶诸公 就是范礼 范礼呢 就是啊 岳王勾建 复国的时候啊 帮助他的两个大臣之一 一个是范礼 一个是文总 那么范礼呢 他帮助啊 这个岳王勾建啊 复国之后 他知道岳王这个人啊 岳王勾建这个人啊 可以共犯难 不能共富贵 所以呢 这个国家一恢复以后啊 他马上就啊 改名换姓 离开了 带着西施 我们中国啊 很出名的啊 西施啊 这个美女西施 就带着他呢 啊 改名换姓啊 离开了 离开之后呢 就去做生意 从小本生意做起 后来呢 诶 赚了大钱了 赚了大钱以后呢 再布施 再拿这个钱啊 去供养 去布施啊 那些贫苦的人 舍掉 舍财 然后又从小生意啊 又开始做起 然后呢 又赚大钱 又布施 又供养 善财 啊 所以很有名的 叫做三聚三善 三次发大财 三次呢 都善财 所以你看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啊 他命里头有那个财 他丢也丢不掉 那换句话说呢 命里面呢 没有那个财啊 你保都保不住啦 你想什么用什么办法 都保不住 所以这是什么呢 这是呢我们呢 中国人供这个财神也啊 供财神也啊 有道理啊 取之于社会啊 用之于社会 那么现在呢 这个供财神啊 好像不是供财神 现在我们看了很多 这供什么 官公 官公什么 跟钱财有关系啊 那官公不是做生意的啊 不是管财务的啊 啊 啊 那饭礼才比较适合 啊 官公不太适合 啊 官公是讲义气嘛 啊 啊 啊 他不是管管这个这个财神的 所以这个是呢 啊 告诉我们啊 真正啊 你命里面有的啊 啊 你真正的布施供养出去啊 啊 他还是在 所以你尽管去善财 善的必定会回来 所以呢 这个比什么呢 比放在银行啊 还可靠 啊 所以啊 这就是呢 帮助众生 决定可靠 这个福报啊 自己修自己得 如果这个财产呢 你说将来留给儿女啊 那麻烦了 这个儿女如果是不孝的 那就完了 你没有给他财产啊 那他还会自己努力 你给他财产呢 他就不用努力了 将来呢 反而变成败家子 那麻烦了 如果说这个儿女还不错的 还蛮孝顺的 好了 你留给他了 他来替你做好事 帮你修复 好了 地藏经里面讲的很好啊 七分功德啊 你就变成一分而已啊 他得七六分耶 那你现在好好的去帮助众生啊 供养众生啊 分分是自己得啊 你现在不修以后留给子女 子女真的给你做了啊 你还只得一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懂这些道理啊 而且千万不要留财产给儿女 你留给他呢 他就呢天天想着你的财产 你如果不留给他好了 他得靠自己 自食其力 自己真的会独立起来 所以这个现在呢 有很多啊 这些 所谓的这些企业家 他们慢慢了解这个道理 你看这个我们看到美国啊 啊 那么这些啊 数一数二这些财务的 这些啊 有钱人 哎 他们不错啊 他们现在把钱捐出来 做慈善事业 取知社会 用知社会 很少会留给儿女的 这个是很好 值得我们来鼓励的 那么佛经一再呢 告诉我们 财从哪里来的 实在讲啊 这个财富啊 是过去生中啊 我们修财布施 所得到的果报 那么今天你得到聪明智慧呢 是我们过去啊 修法布施 得到的果报 你过去肯教别人啊 你用你的智慧啊 去帮助别人啊 你来生就得聪明智慧 那么你这一生得到健康长寿呢 是过去啊 我们修无畏布施 所得到的果报 所以一切啊 都有因果的关系啊 那真的所谓一饮一浊啊 莫非前定啊 那换句话说 今生我们这一生的幸福 都是我们过去啊 修布施 所得到的果报 所以修布施啊 就是重阴 现在得到的这个幸福美满的这个结果啊 啊 这个就是果报 所以有阴必有果 这就是印光大师啊 他特别啊 在 开示里面啊 强调的这一点 你看他一生的红法 就是集中在这一点上 提倡因果报应 所以你看呢 他提倡印什么呢 流通这个感应篇会编 安事全书 啊 了凡事训 啊 这些 通通都在讲这个道理啊 啊 而且我们看他老人家那个文超啊 印光大师文超啊 很多啊 每一篇 都没有离开因果这两个字 因为他认为啊 明白因果 依教修行 不但可以消自己的业障 而且可以求自己的幸福啊 所以人人都能这么做 那确确实实可以做到复国 确确实实可以息灾啊 而可以真的可以促进世界的和平 所以我们想想他老人家讲的真的很有道理 啊 所以啊 他讲佛法 他不讲那些大经大论 啊 也不讲这些谈玄说妙 啊 他不讲这个 他讲的话都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平实 但是这里面呢 有很重要很大的这些道理 我们要从这里面呢 慢慢去体会 所以啊 我们也常常啊 跟同兄们讲 我们有力量啊 都帮助别人 像我们师父也常常跟我们说啦 他说啊 如果有人要向你借钱 如果你有这个力量 当然你很乐意借给他 那么如果你要借给他的时候啊 你就不要想他还啊 如果你要想他还啊 那会伤感情啊 啊 这个朋友之间啊 乃至兄弟姐妹之间啊 为了借钱啊 那个破坏感情的那太多了 所以今天呢就是说 如果我有能力啊 我就帮助 我就舍 我没有这个能力 那我就不能借 我就没办法 所以这个要很清楚 如果呢 你借了钱呢 还想要把钱讨回来 要讨这个债啊 那就变成淹家 所以呢 钱借出去啊 就等于供养布施给他了 他要还也好 不还没关系 我就送给他了 所以你看呢 这个多好啊 所以甚至啊 他不还 连问都不要问 这样呢 能够保持很好的关系 结了一个很好的缘 这什么 这给他恩惠啊 可能人家结善缘啊 结恩惠啊 你对人有恩惠 你将来啊 你有困难人家也会帮助你啊 所以往往啊 有时候好朋友啊 就是因为平常这种借钱啊 最后啊 会变成债务纠纷 乃至于最后变成冤家债主 冤亲对头啊 那么这个都不好 这是错误的 所以呢 我们自己有能力 我们能帮 我们就帮 自己没有能力 那就不要帮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这一切还是随缘 那么重点是呢 你既然能做的 那你就能舍 肯舍 那我完全呢 不要去想回报 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 我可以舍的 我尽量舍 那么底下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里面讲的这个内容 请大家翻到第十八页 第十八页的第一行 从第三句看起 这里说 因果报应 张鸣显著 独享应生 如影随形 丝毫不爽也 好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些事实啊 我们要冷静来看看 眼前呢 所有的这些事情 以及我们过去啊 所经历过的事情 你就会相信因果报应 那么你真正明白了 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啊 你会觉悟 这个就是你的善根啊 所以呢 我们觉悟了以后啊 要知道 福报 哪一个人不要啊 可是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 最好这个时候啊 就不要把福报想尽了 年轻的时候把福报想尽了 那晚年就没有福了 晚年就苦了 所以我刚刚讲过啊 世间人啊 那个富贵财富 很少能够传三代的 能传三代的 不多啦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你仔细去观察 这就是这个人 往往在富贵的时候 他不能够啊 保住自身 所以往往啊 不一定到三代啊 两代也没有啊 连一代都不行 自己都不行了 自己呢 在年轻呢 壮年的时候发达了 到晚年就败了 这个事情也很多啊 所以你看呢 连自己一生都不能保了 那何况啊 将来啊 下一代呢 这不可能 所以可见得啊 这个修复啊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一个人 在一生当中啊 有最好的五年 也有最坏的五年 也有最坏的五年 这个看向算命也讲啊 所谓的五年一转运啊 有最好的五年 有最坏的五年 那么说不一定的 有可能是最好的五年呢 在这个少年的时候 或者是在青年的时候 或者是在老年的时候 当然了 这个福报在老年的时候最好 为什么呢 有老年有福啊 因为那个时候体力衰嘛 所以需要人家照顾啊 需要人家帮忙啊 所以那个时候有福报啊 比较好 如果年纪轻轻的享福啊 这个不好 因为年纪轻嘛 这个吃一点苦啊 都没有问题 有所谓的苦难啊 都能够啊撑得过去 无所谓 所以呢 年轻尽量不要吃这个这个小福 把那个福啊 留到晚年去享 所以有福啊 年轻的时候把它舍掉 那你晚年的时候就有福报 所以 这就是啊 你到晚年的时候啊 有人事后啊 什么事情都不要操心啊 甚至于呢 你要发心念佛啊 那个因缘很殊胜啊 身体很健康啊 那么念个几年了 就有成就了 不生病啊 环境很好啊 所以这就是呢 你有福报 那么你能够呢 到晚年能够念佛修行 能够生死自在 那就是最大的福报 那如果年轻的时候 把这个福报都想完了 那晚年就苦了 所以这是呢 所以这是呢 我们一定要了解 所以了凡事性就在讲这个事情 真的所谓 一饮一着莫非前定 所以我们今天呢 一定要有远大的眼光 要深深的明白啊 这个因果的道理 明白之后呢 我们自己要好好努力的去修学 所以呢 这个因果报应啊 是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的 所以如想应生 如影随行 絲毫不爽 那么有很多人啊 他本身呢 他迷失了这个因果 不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他才敢回去做坏事情 那么做了这些坏事情 好像眼前呢 得到一点好处 可是要知道 这个好处啊 是决定不能够长久的 尤其是昧着良心 欺骗别人得来的 虽然得来的 其实啊 只不够拿来啊 手上过过啊 看看而已啊 没过几天 又以同样的方式 被人骗走了 这个事情啊 我们看太多了 那真的是所谓的 黑吃黑啊 到最后被人家吃掉了 你怎么去吃掉别人 到时候也会被人家吃掉了 你看非常冤枉啊 那结果自己呢 造了一生的罪业 后来什么也没得到 真的一场空啊 所以 我也跟大家讲过啦 我们师父 以前在香港讲经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信徒 他看到我们师父啊 没有戴手表 那么他就呢 发心来供养我们师父 一只手表 那我们师父平常是不戴手表 他不喜欢戴手表 他觉得这个东西啊 太累赘 麻烦了 所以他不要戴手表 但是呢 这个女信徒说呢 这个法师没有戴手表 那讲经红法不方便啊 所以他就发心了 那我们师父呢 就好啦 有人发心吗 恒盛众生随喜功德嘛 好 要随缘啊 好 那就要供养手表 那么供养手表呢 在去买手表之前呢 先到银行去领钱 那么这个 父法啊 这个女众啊 这个居士啊 就带着我们师父 先到银行领钱 那么领完钱以后啊 这个女居士就想 他这个银行里面呢 他放了两个保险箱 这里面呢 就是很多金银珠宝都放在这里面 所以他有两箱的金银珠宝 所以他就想 趁这个机会 让我们师父看看 瞧一瞧 看看他有多少金银珠宝 然后呢 就带我们师父啊 进到那个保险库里面 去打开那个保险柜 他有两箱 打开拿出来 让我们师父瞧一瞧看看 他有多少金银珠宝 结果我们师父看完之后啊 就跟他讲一句话 他说啊 你只有这么多啊 这个女居士听啊 很惊讶 我们师父怎么会讲这种话 说我只有这么多 难道法师你比我还多啊 他说啊 我们师父就说啊 你看啊 你这两箱也金银珠宝 身上不敢戴啊 怕什么 怕强盗啊 那个强 强盗很厉害 香港强盗很厉害啊 而且那个强盗 你看现在还不用抢的 抢的太慢了 又砍的 很危险啊 不敢戴在身上啊 家里呢 也不敢放啊 怕小偷啊 所以你看呢 家里也不敢放 身上也不敢戴 最后啊 怎么办呢 只好放在这个银行的保险库里面啊 啊 然后呢 久久的啊 十天半个月来看看啊 这就是我的金银珠宝了 所以我们师父跟他讲说 如果看看就是我的 我真的比你还多 不相信 走 我们去银楼啊 买买这个这个 那个那个手表 买完之后表演给你看 你就知道谁谁比较多了 然后呢 就到这个银楼买手表 买完手表以后啊 我们师父就看到 我表演给你看了 那个火计的 把那个金戒指拿出来 我瞧瞧 我看看 他看了 不错 很好 帮我保管好 收好 他就保管好了 那个金项链也不错 拿出来我瞧瞧看看 嗯很好 成色不错 成色不错 也把我保管好 所以我们师父就告诉他 如果啊 只是看看啊 啊 就好了 我的金银珠宝比你多 整个全香港的银楼里面的金银珠宝 通通都是我的 你看我要看 他就拿出来我看 我看完了 我叫他保管好 他就保管好 你看那我不是比你还多吗 哈哈哈 啊 所以啊 人啊 很愚痴啊 以为这些东西都是我的啦 哪有我的啊 看看而已啦 看看 啊 暂时给你看看啊 啊 以为这就是我的啊 暂时保存 保管一下啊 过了几十年以后啊 啊 你看呢 换个主人啊 换另外一个人去去保管 你说 这是我的吗 不是啊 连这个身体都不是我的 何况这个身外之物呢 所以我们人啊 就是鱼吃啊 就不懂这个道理啊 所以要知道啊 没有我啊 哪有我 你看这个身体 有生老病死啊 植物有生住易灭啊 连地球都有成住坏空啊 哪有我啊 真正的我在哪里呢 真正的我啊 我们今天啊 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啊 那才是有真我 那西方极乐世界叫 常乐我境 真我 真境 我就是主宰啊 你可以做主宰啊 所以你在 在极乐世界你看啊 身体啊 不会变啊 不老啊 也不会病啊 也不会死啊 金刚不坏之身啊 清晰之身 无疾之体啊 那个才是真正的我 现在这个身体都不是我 然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 你要什么 有什么 黄金为地 那七宝建房子 你看看 那是什么世界啊 所以啊 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那真的 常乐我境啊 那你才是真正圆满具足啊 在这个世间啊 没有常乐我境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修行要念佛 要到极乐世界 就是希望啊 去恢复我们自己本来具足的 常乐我境四种性德啊 但是怎么得到呢 我们用念佛的方法就可以得到 所以这次呢 我们本来就有了 这就是什么 六祖慧能大师讲啊 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 那么世间呢 你看呢 世间修啊 修财布施得财富 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 修无畏布施得健康 那是什么 那是修来的 那叫修德 但是修来的啊 那个不是永恒的 我们今天要得到永恒是什么 是性德 自己真如本性本来具足的 就是佛啊 这个悟道的时候所说的 何其自信本来具足 就是我们所谓的啊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 智慧得相啊 那个是我们本来有的啊 所以今天呢 我们不是在修德上面去努力 我们在性德在努力 那怎么在性德努力呢 以真诚以慈悲清净的心 念阿弥陀佛 你就可以恢复自信本有的功德了 所以这是呢 我们今天了解这些道理以后啊 我们今天真正啊 就应光大师教我们 吃素念佛啊 敦伦敬奋 贤血存诚啊 但是我们的目标 不是求来生啊 得这个福报啊 享受富贵 我们是要求西方极乐世界啊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 我们修行啊 要赶快能成佛 才能够去广度一切众生 希望帮助一切众生 都能够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啊 我们今天呢 所存的心 所做的 就是以这个方向 目标来努力 那么今天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跟大家就报告到此地 如果有讲的不圆满 有错误的地方 希望法师 诸位同修 多多批评 多多指导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录尔满 录尔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十八页 那么昨天跟大家讲到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那么在第一行这个地方下面 讲到因果报应 张鸣显著 如想应声 如影随行 丝毫不爽 那么这就是我们昨天跟大家所说的 所谓的因果通三世 所以 遇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遇知来世果 今生作者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深深来明了 因果的道理 明白之后呢 我们认真努力的去修学 当然 这个因果 是属于世间的善因善果 最究竟最圆满的是 初世间的 佛法的因果 也就是所谓的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这样的因果 但是呢 如果没有具足啊 世间的善因善果 那不可能 能够达到初世间的 这个因果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啊 真正懂得因果的道理啊 就能够与人无争 于事无求 知道所谓的 一饮一灼 莫非前定 所以世间人 他不懂这个道理 迷失了因果 所以他才敢啊 做任何的坏事 那么虽然他做了好事 做了这个坏事 眼前好像呢 没有得到这个果报 而且还得到了一点利益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利益啊 决定不能保持长久 因为这是啊 他昧着良心啊 欺骗别人 所得来的 那么得到的 也只不够在 手上看看而已 没几天呢 人家会用同样的方式啊 把他骗走 所以啊 这个事情啊 我们在现前的社会看到太多了 我们中国人常说啊 叫做黑吃黑啊 你是怎么样去得来的 就被人家用什么方式 躲走 所以你想想看呢 这到最后啊 还是一场空 非常冤枉 结果本身自己呢 却造了一生的罪业 后来什么也没得到 所以真的是 所谓万般将不去啊 唯有业随身 到最后能带得走的 就是一生的业 还要去受那个 三恶道的果报 那如果造的重一点的 你看看 像我们这几天展览的 地域变相图 那个就是造了地域 或者是造五逆十恶 造了很严重的这些果报 所谓的十恶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 迷失的因果啊 常常所造 常常所犯的 那个是将来的 现前的 那就是所谓的现世报 所以这个果报还有分啊 现在的 还有将来的 将来我们看得到的 叫现世报 这种事情很多 尤其最近有一些同修啊 跟我们讲 他说啊 现在这个现世报啊 时间呢越来越快 不用等来生 这一生马上就看得到 所以这个就是啊 果报现在呢 真的是越来越快 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不必等来生啊 现在就报了 所以在阴光大师的这些开示里头啊 他是非常强调啊 因果报应 因为他觉得要挽救这个世间 要提倡因果报应 如果人人懂得因果报应 谁敢会做坏事 知道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他一定努力积极的去行善 他不会去造恶了 所以你看看 这个比其他的方法更好 所以佛法在这个世间的价值 利益 对这个社会的贡献 就在他这个教育 因果报应的教育 这是最基本的 那当然他还有更深远的 来生的 生生世世 就是永恒的这个功德利益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阴光大师是讲 现前消灾免难 最快的方法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看看呢 世间所发生的这些 因缘果报的事情啊 那就如同啊 就像我们地域变相图一样 是一幅图画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 不相信 这是大师教我们 消灾息难啊 教我们入佛门 从这个地方来下手 那么今天呢 要跟大家来讨论的 是 从第二行开始的 这个地方 是讲到啊 出家人的 出家人啊 违背因果的报应 那么出家人的这个果报呢 往往就比在家人 还要惨烈 还要严重了 那么出家人做什么 恶事呢 这个恶事啊 在我们看啊 不是什么恶事 可是他的果报 就很厉害了 这个出家人怎么做呢 他把十方的供养 就是人家供养道场的 我们今天讲 供养道场 那就属于常住的啦 那么常住的这个钱呢 他私自 把它变更用途 这个不可以哦 比如说 人家呢 捐钱 给你 买米的 如果说他指定 他们如果不指定 就没关系 他指定说 我这个要买米 那你就不可以拿去买油 不可以买其他的东西 一定要买米 或者是人家说 这个 你这个道场 我要捐 这个买砖头的 你就不可以去拿来 做其他的用途 他这个指定用途 就不可以改变 所以我们通常会希望 不要指定 指定很麻烦 这个这个 你如果说指定 一定要买米 要米一大堆 没菜 你怎么能买 能买 能煮菜呢 这很麻烦的 所以这个就是 他这个私自变更用途 那这个果报就不得了 所以这个事业里面的制度 就是这样的 所以人家指定 这个钱要做什么用 你就不可以改变 人家给你买米 不可以买油 你说米太多了 没有油 也不行 所以很难 所以这就是 我们把人家发心的这个钱 改变的用途 这个就会违背了因果 所以这个就是 常住的钱 这个都要很小心 很谨慎 但是我们这边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这样的名目 我们都会属于就是说 供养常住 扶持道场 那这个就很灵活 或者是做法宝 那做法宝 那个就属于法宝的部分 那如果说供养常住的部分 如果有多余的 或是我们法宝想要多做 那就可以拿到来用法宝 那这个也很好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法宝不可以拿来用其他的 因为这是你要指定用途 所以这个常住的范围就比较大 你供养法宝 做法宝那个范围比较小 所以这些呢 我们都很了解 像我们有同修 这个付词放生 你看这个放生 就不可以拿来做供养道场的 那不可以 这个字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这个名目 都非常的清楚 非常明白 基本上我们没有这些问题 目前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啊 有一个出家人 这个出家人呢 这个是住持 他把这个常住的钱拿去买地 当然这个地还是给常住用 但是呢 这个钱就变成改变名目了 死了以后 他就去投胎做牛 去耕田 但是因为他的灵性不昧 所以在灵命中前 他有偷梦给他的徒弟 叫他的徒弟 为他赎罪 怎么赎罪呢 就是呢 他死了以后啊 那么他已经投胎去做牛 然后把这个牛啊 这个牛的皮 拿过来 拨下来 做骨 做成这个骨 然后呢 每天呢 念佛啦 诵经啦 做法会啦 敲这个骨 那么敲这个骨呢 就给他销业障 那么骨呢 上面还要写他的名字 是某某人 所以后来呢 有人就传说啦 说呢 这个五台山啊 就有这一面叫人皮骨 人皮骨 而实际上不是 不是真的人的皮去做骨 而是因为这个人 他投胎以后变成牛 然后呢 把这个牛啊 这皮剥下来 做成这一面骨 所以这是有这个鹅传啦 所以阴光大师特别 这个 给他说明清楚 这个不是人的皮 这是牛的皮 所以这是呢 这个牛啊 前世 是这个寺院里面的出家人 所以啊 他呢 造了这个罪 那么这个罪呢 就要靠啊 他用这个皮啊 来给人家诵经理灿啊 念佛 这样呢 消这个业障 所以这个公案呢 我们来把它念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啊 又如现在流传 五台山人皮骨一事 这是十八页的第二行 第二行 下面这里 意思因果啊 最显明可畏者 最明显 最可怕的 唯言奇想 那么阴光大师 把它讲得很清楚 唐北台 后黑山寺 生法爱 冲监寺 二十年 这个有一点管这个 种务这一类的 叫监院监寺 以昭体生物 广至燃远之田 这昭体就是寺庙 十方道场 丛领 十方丛领 这就是招体 这么出家人的 这个钱 去买 广至燃远之田 去买这个田地 宜缺 图 明慧 那么后来 他的这个宜言啊 就告诉他的徒弟 叫明慧 爱死 即生其家 为牛 力能 独耕 仅三十年 牛 老且病 庄头 欲以牛 从他 亦游 他去做牛之后啊 他去耕田 耕了三十年 那么这个牛啊 老了以后 又生病了 那么这个 庄家 就是这个主人啊 想要用这个牛啊 去换牛 世系 明 明慧 孟 王师 契约 就是在他临终之前啊 要被 被换牛 这个 可能就换了以后就被杀了啊 所以呢 他就 投胎 给他的这个徒弟啊 契约 很难过 哭泣 告诉他说 我用生物 喂乳治田 今为牛 既老且赢 这个做了牛啊 现在做了三十年啊 然后这个牛已经老了 而且又生病 所以呢 愿剥我皮做骨 希望你把我这个皮啊 把它剥下来 做骨 书我名字 于骨上 把这个名字写在这个骨的上面啊 凡理诵 当即之 就每一次的这个 诵经念佛啊 做法会 就即这个骨 我苦 恕有 托日 那么他这个苦 这个 这个苦报啊 就可以解脱了 不然南远之父啊 变为 苍蝇 未应脱眠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土啊 这个地如果啊 将来变成啊 好像说变成这个海 才有可能 他的罪会消失 但是呢 这个太久太久了 所以这个 是消除他的业障 最快的方法 盐气举身自铺 会觉 方夜半 明中急重 据宣此事 他的徒弟呢 半夜啊 就急重 把大家集合起来 说明这件事情 明日 庄头 抱老牛 猝树死 后来这个牛啊 自己去撞树 死掉了 会依其言 剥皮做骨 书名遗上 他徒弟就依照他的遗言 把这个皮啊 剥下来 做骨 然后把名字写在上面 然后呢 即卖南原之田 甚至把这个 他的这个田地啊 买了这个田地 把它卖掉 得价若干 五台范生 就拿去呢 把这个田啊 去供养生种